2014年,南海舰队一艘编号372的柴电动力攻击潜艇,正在执行一次远航战备巡逻任务。 潜艇进入某海域后,突然失去福利,快速向3000多米深的海底坠落。 由于水压骤增,尾断主机舱出现管损,瞬间舱内水雾弥漫。 此时,在电弓区和底舱直更的四名士兵,以条件反射的速度封闭主机舱,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水雾中,准确关闭了40多个阀门,并向舱内供气增压,减缓进水速度。 发生管损后不到10秒,应急压缩空气阀门被全部打开,所有水柜以最快速度吹出排水。 不到一分钟,挺上60人完成了上百个阀门和几十种电器设备的关闭操作。 两分钟后,各舱是封舱完毕。 这种俄罗斯制造的636型柴油电力潜艇,绰号叫做华沙革命区,有六个水密舱段,极限深度450米,北约称之为K级或击落级。 此时,潜艇还在继续下坠,除了耐压壳发出恐怖的嘎嘎声,各舱是一片寂静。 又经过了漫长的一分钟,潜艇终于开始上浮,在与死神周旋的180秒里,潜艇吊身300米,逼近极限深度。 由于教科书式的完美操作,我国372艇成为世界潜艇史上海中断崖大吊身自救成功的唯一案例。 所谓的海中断崖,是指一种特殊的水层分布。 由于大海并不是一锅均匀的咸水汤,在低纬度的海域,受阳光照射影响,海水温度从50至200米开始到800米结束,存在很大的温度梯度。 因此,海水由于温度造成了明显的密度分区,800米以下的高密度深水层,中间的中密度斜温层和上面的混合层。 所以,从海水的密度随深度的变化区限来看,处于斜温层的海水密度变化最为强烈,形成了海水的密度越变层。 越变层的海水,从上到下密度阶梯增加,潜艇下潜到两个不同密度的水层分界面时,浮力会突然增大,潜艇能稳定地坐在这层液体的海底上隐蔽前进,同时海水的分层界面能反射声波,从而对敌方的声纳形成强烈的回波,将潜艇隐藏起来。 但是大海的密度分层并不是稳定不动的。 受洋流和海底地形的影响,时不时就会有高密度的海水上行,而低密度海水下行,造成暂时稳定的分层倒置。 潜艇一旦下潜到边界,或者潜进驶出边界,都会突然进入低密度海水中,使浮力瞬间小于重力而快速下坠。 这就是海水断崖,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下,海水倒置的分层里,高密度层会形成向下的泄流,导致经过断崖的潜艇在吊身时,鬼使神差的又吊进泄流中,下坠速度大大增加,以至于根本没有时机挽救。 同时,由于海底山脉和地质活动的影响,海水的密度越变层会出现界面上的波浪,称为海洋内波。 这种隐形的波浪,阵幅几十到几百米不等,波长几百到几千米不等,起伏的波面,流速超过一米每秒。 如果此时潜艇正坐在分层上,出现内波时,挺身就会随着波浪起伏,向上可被顶出海面,向下可被带到海底撞山。 而且在内波中,分界面上的高低密度海水反向流动,相对流速可达两米每秒。 潜艇一旦处于分界面上,就会因强大的简历而破损或开裂。 1964年,美国常委沙集核潜艇在实验中失事,据分析就是由于剧烈起伏的海洋内波将其拖到750米的深度,挺身在20毫秒内被压扁。 所以,如果你打算乘坐潜水艇到海底观光,一定要事先研究水文资料,了解海底地形,并全程提高警惕,随时做好接受撞击或紧急上浮的准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